五彩焰火 點亮平壤夜空 迎接二零二三 北韓也沒缺席 北韓民眾揮舞手中國旗 在金日成廣場上唱歌跳舞 不過迎接新的一年 除了祭出焰火秀 北韓還有這一招 去年一整年狂射飛彈三十八次 北韓元旦繼續秀肌肉 朝東海發射一枚短程彈道飛彈 選在元旦發射飛彈 時間點相當不尋常 還沒分析未來一年 北韓對外只會更強硬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才在剛落幕的勞動黨大會上 高喊權力發展軍事 大量製造戰術核武 會議結束立刻付諸行動 讓二零二三年朝鮮半島局勢 更加詭譎難測 三立新聞 環市人報導 三立新聞 環市人報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